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经夫子住 第36节 一般秀才毛披毛 中国的知识分子 具有爱国爱民的历史传统 读书人以清高自诩 讲求做人的风骨 他们好清淡 好借古讽金 好谈论朝政 好针鞭石壁 直至五文弄墨 这书立说 为民请命 毛泽东深知中国知识分子的 这些癖好恶习 自1949年起 便念念不忘给知识分子 洗脑筋的问题 洗脑筋一词是毛氏本人的发明 建筑于他的无数次内部讲话 他的圣首书生陈伯达 大约也觉得洗脑一词不雅视听 才请示毛氏统一改称为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皆因五十年代初期 知识分子的大部分人 都还不习惯将毛氏当作神明 来朝拜称颂 还不时有人对他平头品足 常有坠油威严 于是毛泽东在195欧年 借电影《武训传》 批判逃行之的改良主义思想 1951年借电影《轻功秘史》 而批判卖国主义 1953年借于平博的《红楼梦》研究 而批判维新主义 刑儿上学 1955年镇压文艺界的胡锋反革命集团 即丁玲、陈启霞反党集团 接着批判北大校长马寅出的新人口论 1956年号召大名大放引蛇出动 而后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 几乎把稍有良知的大小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前国民党广东省主席陈明书先生 在1957年的大名大放、百花齐放中 有过一篇十分坦诚而尖酸的言论来评述毛泽东 凡是创造执国政治者 是公平正直 绝无偏见 明察秋毫 谨慎行事 京城坦白 亦不装甲 豁达大度 为国家不为名利 亦有功成而身退者 如美国的华盛顿然 伟大的毛主席 不如华盛顿然 而是与德国的彼斯迈 日本的伊藤博文的相似 政治修养上的热而不淡 吉而不淑 造而难宁 查而不周 自然为性为情感所沸动 生出浪潮 浩大喜功 难以制止 好好的一个国家 淳朴的民情 去搞俄式的清算斗争 三反五反 直到中国八年来混乱不清 天天忙于阵反肃反 以不成为国家政治 陈明书先生斗胆发表这个高论时 毛泽东还没有动手抓右派 还没有发动大跃进 还没有成立人民公社 还没有命令五亿人民吃公共食堂 还没有大链钢铁大放卫星 还没有上庐山整肃棚 黄 张 周反党集团 中国大地上还没有产生三年大饥荒 可是 陈明书先生早就把毛泽东 有表吉里的看了个头 可谓深入骨髓 毛是虽然终生不忘对 前国军高级将领的统战 但陈明书先生道出真言 终未能够逃脱反右运动部下的 天罗地网 文字大语 毛泽东曾于1958年8月 在庐山会议上斗争彭德怀之鱼 对其亲信秀才毛泽东选集的主要撰稿人陈伯答说 最不放心的 还是知识分子啊 因之196欧年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彭德怀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路线的同时 又开展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向党交心的知识分子坦白运动 另由刘少奇出面 提出知识分子应做党驯服的工具 一下子命令他们加紧双腿加紧尾巴的做人 一个驯服工具论 中国知识分子却如社会主义的牲口了 但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历史责任感并没有泯灭 1961年 中共党内的一批宝学秀才 面对一年大跃进 两年反右造成的国家民族的空前劫难 三年大饥荒 再不能保持沉默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有戏剧家田汉 周信芳 史学家简薄赞 吴涵 文论家邓拓 廖莫沙 这里单说邓拓 吴涵 廖莫沙三位 三位都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市政府的大员 邓拓原为人民日报总编辑 1959年被撤职 老上级彭珍重其才学 拉来北京市委当了个书记处书记 吴涵未著名的名史专家 北大教授 北京市政府副市长 廖莫沙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 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主编 首先是邓拓以笔名马南屯 自1961年3月起 在北京晚报上逐日撰写烟山夜话 文章旁征博引 说古道今 真编实弊 才情横溢 其中一篇王道和霸道辩说 所谓王道者 可以做一种解释 就是老老实实地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 而所谓霸道者 可以做一种解释 就是杂杂呼呼的平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 不顾一切 依靠权势 蛮横逞强 以止气势 巧取豪夺 笔者有意 联想到1958年的大跃进 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 伟大领袖的所作所为 笔锋指 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到了同年的八月末 邓拓请吴涵 剧本海瑞罢官已发表于 一月号北京文艺杂志 廖默沙在北京饭店吃过一餐饭 也是书生义正 谈论一些时事话题 三人商定以吴南兴为笔名 在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半月刊上 和写三家村扎记 三家村扎记中有一篇伟大的空话 有着特别的现实针对性 自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 毛泽东亲自带头 在一切大会小会上讲话 必先讲一通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 后讲一通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 强调东风压倒西风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风气所及省地县设 以及生产大队 生产小队的干部们 也都英武学舌 重拳费升 美会必谈大好形势 从世界谈回中国 谈回省里 谈回本地 谈回本县 本公社 本大队 本小队 都是一片大好形势 但是 所有这些 都不能填充公共食堂 空空如也的凉桂油缸 不能填充公社社员的陆路机场 全是一些大话 假话 空话 屁话 有的人善于说话 可以在任何场合 嘴里说个不停 真可谓口若悬合 滔滔不绝 但是 听完他的说话之后 稍一回想 都记不得他说的是什么了 说了半天还不知所云 越解释越糊涂 或者等于没有解释 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 如果把他普遍画起来 到处搬弄 甚至于以此为专长 那就相当可怕了 假如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 交给我们的后代 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 那就更糟糕了 文章还借用一个乡下儿童的口吻 写了一首野草诵 老天是我们的父亲 大地是我们的母亲 太阳是我们的保姆 东风是我们的恩人 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这对于伟大领袖 真是极尽嘻笑怒骂 名讽暗喻之能事了 烟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 分别在北京晚报和前线半月刊上 连载到1962年8月 以一篇36记收藏 公平地说 所有文章都是善意的禁见 并无恶毒攻击 疯狂诋毁 更谈不上是颠覆毛泽东的上千万的解放军 公安警察部队 公社武装民兵所支撑 无产阶级专政政权 康生和谢富智主持着党的内务系统和公安情报系统 一直密切注视着京津地区党 政军机关 学校 人民团体 新闻舆论的各种动向 困难时期 政策宽松 毛主席 党中央纠正工作偏差 地主 资产阶级必然要在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地 富 反 坏 又这些牛鬼蛇神 必然趁机纷纷出笼 顽强地进行表演 以跟台湾的蒋委员长的反攻大陆遥相呼应 凡要推翻一个政权 必先造成舆论 这是毛泽东敏感的警觉 1961年前后大为盛行的还有海瑞系 包公系 鬼系 加上甚么月王勾建 斗鹅冤 关汉清 嬉笑怒骂 借骨讽金 更有一区李慧娘 冤魂化厉鬼 张牙舞爪 扑向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扑向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 大饥荒的1961年 也是共产党握心尝胆 苦度难关的一年 西北 西南 中南的许多省份都发生过灾民暴乱 但都有解放军赶去毫不容情的镇压了 所以 自烟山夜化和三家村扎记建株报刊不久 极为康生手下的文化鹰犬高度灵敏的秀爵所跟踪 秘密记录在册 留待秋后算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